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2月1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咱们还真的要聊一聊恒大清盘 恒大年前被香港法院裁定 进行清盘 实际上就是按照内地的说法 那就是破产清算 那么香港法院也指定了清算人 香港的破产重整我不太清楚 但是跟国内应该差不多吧 国内一般的是 比如说一个公司被人提起破产清算 法院裁定他进入破产程序 要破产清算的话 法院首先要任命破产管理人 怎么任命呢 内地的法院一般都是抽签 摇号 他那个法院每个省 他都有那个库 这个库里面都是破产管理人 一般的都是会计师事务所 或者是律师事务所 那他就摇号或者抽签 抽到哪一家 哪一家就做这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那这一家破产管理人呢 他向法院汇报 他干什么呢 他临时接替被破产人 把你的工张 硬件 财务资料 所有的东西都拿走 接管这家公司 他任命管理人员 原来的管理人员留下 等着配合 可以任命新的管理人 管理人员等等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最近传出啊 恒大的这个债权清算人呢 决定他要起诉普华勇道 叫罗宾贤勇道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普华勇道 就这个罗宾贤勇道啊 他给恒大做了十几年的审计 恒大在2021年9月14号爆雷 恒大的2020年的年报是2021年6月份出的 还是一个标准报告 就是说啊 恒大没问题 结果过了三月 恒大爆雷了 那你说这个审计没问题吗 你作为审计 你难道发现不了恒大的先进流 紧张吗 所以啊 这些恒大债权清算人 他把目标盯下了 罗宾贤勇道 实际上就是普华勇道 这个如果一直看我节目的人 应该知道 我在恒大爆雷啊 第二天我就说了 一定有投资者 或者有相关的债权人 去起诉罗宾贤勇道 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我是看了你的报告 我才买他的股票的 或者我看了你的报告 我才借钱给恒大的 结果恒大破产清算了 你出的报告有问题 所以你接着担责任 在内地都成立 内地已经罚了很多会计师收拾了 我相信香港 它更是一个法治社会啊 所以我当时就说 一定会有投资人 去告这个罗宾贤勇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告恒大没有用 这个就是实用 你这个时候告恒大 实际上恒大一分钱都没有 你把它告了 恒大现在已经被法院起诉 对吧 大概几千亿了 都没办法执行 都是强制执行 最后不了了之 终止执行 因为恒大没钱 它也没资产 该抵押的抵押了 该查封的查封了 所以你要告恒大 那是赢了官司 输了钱 你肯定能赢官司 但是你拿不到实际的赔偿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告普华勇道 因为他有钱呢 这个是恒大刚爆雷 我就说了 一定有人去告这个普华勇道 你看 现在两年过去了 恒大的债券人 终于如获之宝 跑去告这个罗宾贤勇道 就是普华勇道 我记得应该是哪一年 二零零几年 美国的这个删事公司 安然 它不是造假战吗 舞弊 给他审计的叫安达信 当时是五大会计 是事务所 安达信 普华勇道 德勤 还有几家 安然案子一出之后 安达信就破产了 宣告倒闭 赔不起 所以从此变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那这一次普华勇道会不会倒闭呢 会不会由四大变三大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也不能说普华勇道啊 就一定有问题 但是啊 根据我的经验啊 这个普华勇道难逃干系 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审计恒大的话 是会发现蛛丝马迹的 你比如说这个恒大物业 把它140多亿的钱存在这个银行 又把这个拿去做质押 完了套出了钱给一些第三方公司 第三方公司再倒了倒去 最后倒到恒大手上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 应该去这个银行核实啊 你这个存担一百多亿 到底是质押状态呢 还是说是自由状态 所以这个一取 是不是受限 当然了 有人说啊 恒大物业啊 质押这个存担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普华勇道 给恒大物业或者恒大 出审计报告的时候 所以它不担责任 但是啊 那恒大和恒大物业之间交易 关联交易啊 对吧 恒大自身的现金流状况 他每次都说他占上 对吧 有几千亿的现金 那怎么到了2021年 9月14号 它就爆雷了呢 你不去核实吗 你出审计报告的时候 它那占上现金啊 如果是3000亿或者2000亿 那这2000亿 你不去银行核实吗 如果核实这钱在 那为什么几个月之后 它就爆雷了呢 所以这个它解释不了 所以说啊 普华勇道 难逃干系 当然了 香港的监管机构啊 已经对这个普华勇道立案调查了 好像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论 所以这个也比较蹊跷啊 我为什么说我不敢肯定呢 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它也不是吹的 它很厉害的 所以它在审计的时候 可能把自己的责任呢 宅得很干净 尤其是安达信 出了这个事之后 他们恐怕像泥球员的华呀 既不得罪东奖 就是这个恒大 但是他自己又 不留任何把柄 为自己脱责 所以就看到时候 恒大的债权人 这个青梭人呢 他在哪起诉 看这个法院怎么认定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我们再看一条 关注恒大的消息啊 这个叫 今天啊 有媒体报道 说上海风涛之业 约115亿印收账款 第四次流拍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上海风涛之业 实际家开发商 他有115亿的印收账款 就是别人欠他的钱 那这个恐怕上海风涛之业 被法院呢 查封了 他给你有别的债权人起诉他 起诉他 那他的资产就是 115亿的 这个印收账款 也是个债权 那法院就把他这个债权去拍卖 卖了钱 还那个债权人呢 所以说根据京东拍卖平台披露 上海风涛之业有限公司 其他印收款 于2月19日上午10点 进行第四次拍卖 再次流拍 就拍了四次的流拍了 就没人买 他这个115亿的印收账款 他卖多少钱呢 拍卖起价59亿元 相当于打了五折 但是都卖不掉 就没人要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啊 这115亿的印收账款 都是谁欠的呢 都是很大 而且占领啊 三年以上的 占80多亿 这是三分之二的 占领已经超过三年了 所以说啊 上海风涛之业 这个115亿的印收款 那就相当于不值钱 对吧 你打五折卖都卖不掉 因为最终啊 你要拿了这个债权 你要跟恒大去要钱 怎么可能呢 反过来说啊 受恒大影响的有多少企业 统统都爆雷 根本活不下去 尤其是现在 地方政府主要是保交楼 你恒大的资产 对吧 优先用来保交楼 所以你就拍了这个债权 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啊 恒大的债权人 起诉普华永道 可以说叫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是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 如果普华永道被告倒了 从此变成 三大会计时事务所 这也算是一个 见证奇迹的时刻 改变历史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情况 根据网上流传的啊 科尔瑞的一些数据和结论呢 科尔瑞认为啊 说春节期间 新房表现惨淡 二手房表现活跃 新房成交到访备案 同比降幅在50%以上 就下降了一半 说结构上 一线政策未明显显效 就是一线城市 不是年前释放了很多政策吗 没有什么效果 二线城市略好 三四线城市返乡置业 基本消失 就是说三四线城市所期盼的 返向置业基本消失 这个也符合咱们年前的判断啊 返向置业是个坑 谁会去返向置业 这个时候 他说新房总体表现惨淡 备案面积44成 同比下降40% 到房认购降幅在50%左右 结构上 二线略好一线 一线城市备案同比降幅8成 且基本无推盘 二线城市备案增长44% 认购到访同比下降 三四线城市返向置业基本消失 返向置业的时代已经过去 广东省仅韶关有 外出务工大省 河南 安徽江西等地无表现 苏北徐州推盘中多 营销浩大 未见成效 制约成交的供应端因素开始显现 二三年土地成交量下降明显 且目前库存出入地位 仅40%库存是有效库存 其余可能是僵尸盘 爆雷盘 烂尾楼等 楼市小阳村日记在一些城市会出现 不过可能很难超过2023年 2024年全年销售面积预计负增长 5%下降5% 二手房会继续分流新房客群 春节期间 二手房成交量非常活跃 昨天咱们介绍了贝壳数据 显示二手房增长7成 我就怀疑这个贝壳的数据 是不是造假了 贝壳为了活跃二手房 也是尽力了 实际上通过科尔瑞的 这个观点 咱们就知道春节期间 这个楼市什么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凤凰网 他刊登的那篇文章 一个调查 叫北京春节楼市表现如何 真实成交数据曝光 他这个调查的是 2024年2月12号到2月18号 他的结论是 本周就是2月12号至2月18日 基本于春节长假重合 单周成交数据较正常工作日 有较大幅度下滑 等于去年春节期间成交挂龄相比 有一定的提升 春节假期新房住宅成交17套 本周北京市新建商品房 晚前211套 环比下降66% 面积约1.14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75% 其中新建商品房住宅晚前40套 环比下降73% 成交面积0.49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78% 单日晚签方面 2月18日最高 新建商品房住宅晚签套数为23套 二手房方面 本周累计晚签133套 环比下降约87% 面积约1.18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约88% 其中二手房住宅晚签117套 环比下降约88% 成交面积约1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约87% 春节长假期间 就是2月10号到2月17号 北京新建商品房晚签219套 晚签面积8830平方米 其中住宅晚签17套 晚签面积2007平方米 二手房晚签15套 晚签面积1388平方米 其中住宅晚签10套 晚签面积1182平方米 春节假期前 包括北京在内的四大城市 纷纷发布限购松绑政策 堪称新春大礼包 从成交数据来看 春节假期 北京新房住宅成交17套 于去年成交挂邻成绩下比 有所提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年春节没有成交 今年春节成交了17套 这个还是在 节前北京发布限购松绑政策 在这种之下 所以说春节房市 是非常低迷 一个北京市在成交17套 而且还是在利好 在新春大礼包的政策下 所以楼市的目前第一名 恐怕没什么好争议的 北京今天还出了一个政策 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说北京一老破晓 2%的份额 变卖2.62万元 近日 一套位于北京市商品房 挂上阿里资产司法平台 但变卖的仅有该房产2%的份额 并最终以2.62万元成交 平台显示 该房产是商品房 规划用途为住宅 建筑面积为59平米 拥有房屋2%的份额 什么意思呢 什么权利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还是司法拍卖平台拍卖的 为什么只拍卖2%的份额 这个新闻呢 他没有说清楚 咱们也无意义去了解这个 但是我想啊 就像那个夫妻共同财产一样 这个房本上 不是写两个人名字吗 那都是默认啊 双方各50% 一半一半 应该这么理解吧 既然你能一半一半 50%对50% 那逻辑上 你就可以2%对98% 对吧 就是可以分割嘛 要不然你的夫妻共有财产 各50% 那怎么算呢 一套房子 怎么切呢 怎么切一半 那既然也切不了一半 你搞这个50% 50%的 那同样切不了的 没法分割2%的 那你也可以搞2% 98%呀 就是共有这个房子 那这个逻辑上是能成立的 但问题是 那你有2%的这个权益啊 那 因为咱们很多东西是依附在房子上面的 你比如说学区 对吧 小孩上学 那你有2% 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上学 这是个很大问题 如果说有2%就可以在这上学 那这个不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吗 以后学区房 我可以把它买100份 每个人持有1% 这100个人都可以在这上学 他们的孩子 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啊 就这个 既然还有2% 进行切割的 那你这个2%对应的是什么呢 如果2%对应的仅仅是权益 就是那2%的财产是你的 以后这个房子变卖了 有你的2% 如果这房子出租了 租金有你的2% 这叫权益嘛 如果拥有98%的人 想把这房子卖掉 还得征求你同意 你要不同意 他卖不掉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值得关注 从某一方面来说啊 也是说明楼市不景气 楼市低迷 所以才会出现这些 乌七八糟的事情 有人说啊 这个房主估计就欠人家 3万块钱 或者是2万块钱 还不起 所以法院没办法 把他房子拍卖 2万块钱都还不起嘛 关键他这套房子 在北京的老破晓啊 在城区啊 所以不排除啊 由房产中介安排的 就故意坐镇的局 让你法院去判 判完之后 有了这个判例 那咱们都可以这么干 这是我推测的啊 有人装打这样的主意 制造案件吗 就让你法院判 你法院敢这么判 2% 1%的这么分 那后面咱们都可以 照此办理 以后学去房啊 就可以这么租 我们再看看 各地啊 九楼市 又出什么新招 今天中国新闻周刊 刊登呢 报道啊 说这个四川新闻线 出台政策 说鼓励企业 愈发工资 交购房首付 可申请专项资金 垫付约供 这个2月18日 根据微信公众号 新闻发布 四川省宜宾市新闻线 发布购房补贴政策 内容包括团购优惠政策 首付缓付政策 月供垫付政策 等等 说此次补贴对象 适用于新闻线 包括当不限于 空铁新区范围内 就业的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 只在企业中 从事机体生产劳动 以工资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人 补贴条件 包括团购优惠政策 首付缓付政策 贷金券补助政策 鼓励公积金贷款政策 首付缓付政策方面 由新闻线住建局 设立基金装户 新闻线财政投入3000万元 建立产业工人购房 专项基金 为产业工人提供购房保障 在新闻线空铁新区 企业连续工作满6个月 在购房时 可享受首付缓付优惠 首付缓付比例不超过50% 总额不超过10万元 总实现不超过两年 其缓付部分 仅申请由专项基金垫付 一年内免息 超过一年按银行同期贷款 基期 同时鼓励企业 愈发工资交首付 还有啊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 像这种优惠政策 它都是降低购房门槛 它并不是给这个购房人的优惠 或者即便是优惠 把那优惠力度非常小 以及少点利息 你本来首付20万 现在他说啊 你只要首付10万就行了 另外10万呢 我借给你 完了你两年真的还 不要你利息 你这还不就是降低购房门槛吗 你房子也没便宜 这个实际上和那临首付有点接近啊 你再这么搞下去不就是临首付吗 不要首付 你这些住就完了 换种说法啊 这实际上就是在加杠杆 鼓励这些产业工人加杠杆 那大家想一下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 还加杠杆 这基本上是自寻绝录啊 这个我们再看一篇报道啊 这个第一财经报道的啊 标题叫 居民买房不着急 2024年春节楼市延续清淡行情 他这文章啊 开头说啊 反乡之业失灵 看房多买房少 龙年春节楼市并未迎来火热局面 说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发现 今年春节各大房企业绩并不亮眼 由企业未出现热销项目 由企业假日日均销售额同比降三成 仅少数旅游城市暗藏人气较旺 还有城市项目负责人表示 今年春节期间表现不好 成交量比晚年都要差 疫情后啊 大家出游热情比较高涨 买房态度一般 从数据上看啊 也显示了善数情况 根据这个中止研究院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期间 25个代表城市 新房日均成交面积 较善年春节假期下降约27% 该研究院2024年春节置业调查和显示 近半数受访者表示 在春节期间看房单位购房 消费者官暗情绪任交重 业内认为今年春节楼市总体认出缓慢修复阶段 成交延续元旦趋势 新房热度不及二手房 不过2024年楼市政策加速松绑优化 重年一二线限购政策加速优化放松 持续为购房需求的释放注入动力 成交端任有上升空间 预计今年年后市场成交规模将会稳步上升 房企春节假期体感冷记 龙年春节楼市成交并不火热 身在一线的房企人感受油声 一名知名房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 春节期间公司北方区域二三线城市 楼市销售比较平淡 没有很突出的情况 另外在集团层面也还未听说 哪个项目获得了热销 华南某房企人士表示 因为其所在房企布局城市能级较高 不属于返乡职业城市 所以销售情况没有特别好 拿深圳来说尽管春节前放开了限购政策 但因为不少市民返乡过年 所以销售端还未感受到政策带来的效果 现在比较特殊 期待三月份的销售情况 春节各地项目热度确实不太行 某大型国资房企人士对记者表示 另一国资房企人士也称 今年春节整体气氛都比较低迷 不仅是房地产销售 而是购房者整体的生活及消费态度 从实际成交降幅看 多家房企人士对记者表示 公司春节假期业绩同比下降明显 某TOP10房企人士表示 公司2024年春节假期新增销售22亿元 日均不足3亿元 而上年春节假期日均销售约4亿元 同比降幅超三成 另有某华东房企人士反馈 春节期间三四线城市成交高一些 一二线降幅较多 整体业绩约为去年的六成 那就下降了四成了 一家大型央企南京项目 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南京市场目前看起来表现不是很好 春节期间成交量比晚年都要差 南京二手房库存量太大 价格比新房低太多 另有福州当地以房企市场负责人表示 福州市场许多项目春节期间都是零至三套成交 有某国资背景房企 上海营销负责人表示 疫情几年之后 大家出游热情比较高涨 春节期间上海的人都出去了 受此影响项目来访量一般 同时很多人预期后续可能还会有政策 目前态度比较光旺 仅有少数在返乡置业城市有布局的房企 今年春节提前铺牌促销 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反馈 一家闽系大型房企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公司春节期间表现较为理想 我们提前铺牌了反馅的抢收活动 拉长了春节反馅的销售期 尤其是加大了在出席前的销售力度 前述人士表示 目前指标完成进度 计划领先30% 预计2月整体将超计划完成 某华东房企内部人士也表示 反馅置业促销有一定效果 例如河南江西云南等反馅地区的核心地段项目 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但整体业绩并没有明显增幅 仅比1月同期有所增加 同期美帝制业在深耕多年的徐州 推进了现场春节活动 假期期间的目标完成率5% 尽管各地推出了反馅置业补贴政策 比如江苏省新化市 湖北省宜昌孝港武汉仙桃 嘉宇等地 发布了一系列购房优惠和服务政策 就是刺激反馅置业 不过一如房企在一线的感受 目前各地政策还未带来明显效果 行业整体数据并不明朗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24年春节假期新房市场 整体延续低温态势 晚千数据日均成交量达近5年的新低 重点时辰 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30% 较去年春节假期下降14% 终止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春节期间各地新房楼市成交表现较为平淡 购房者观望情绪任交重 北京深圳在政策带动下 市场情绪出现回升 但成交端表现尚不明显 上海成都受出游等返乡影响 假期期间市场活跃度不足 日记春节后逐渐回升 而青岛郑州等地楼市短期认出市场调整期 春节后居民工作 购房职业逐渐进入正轨一线 及核心二线等前期出台政策的城市 政策效果有望进一步显现 陈文静认为 短期来看核心一二线城市 任有望继续优化需求端政策 科尔瑞方面表示 二月恰逢春节传统假期 供应季节性回落 同比下降28% 绝对量创2022年以来单月次低 供应季节性回落 或带动成交延续筑底行情 第一财经 他的采访报道得出结论 2024年春节楼市清淡 原因是居民买房不着急 这个没毛病 本质上就是居民不买房 导致的清淡 但是居民买房不着急 到底为什么不着急呢 这个他没说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 一个就是 有人手上有钱 但是他等 反正你是挤压膏是救世 那后面肯定还有好政策 越往后等 这政策越多 所以大家等吧 所以有钱的他也等 那还有很多人呢 他没钱 他更不着急 因为你房子不涨价 我又没钱 我急着买房干什么呢 那不是给自己买套吗 如果你房子在涨价 那我赶紧借钱要买 其他物败的一借钱 我也得买 得上车啊 房子一年比一年高 那我不买不吃亏了吗 所以说 没钱的人他更不买了 你房子不涨 所以搞清楚这个原因之后啊 你就知道 2024年这个楼市会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回暖 要么 你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房子要涨价 大家都去买 楼市就稳住了 要么 你就让这些韭菜 手上有钱 得未来预期很好 没有别的办法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